不知不觉这辆大白我已经开了快8个月时间 这个8个月我开了7000公里 所以我觉得是时候跟大家分享一下心得 我跟大家会分享一下当时选这辆车的主要原因 跟改了一些东西 希望可以帮到正在考虑Honda HR-V的朋友 首先第一点 我买这辆车的时候最多人问我的问题就是 为什么一样的价钱 你不买Civic 你要买H-RV 甚至连那个Vilan Choi它都问我一样的问题 OK 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两辆车一样的价格你要怎么选 当然如果我们以运动表现跟操控来讲的话 Civic肯定是比较好的 毕竟它都是C-Segment 而且它是一辆主打运动的舍弹房车 而这一款车呢 其实主打的是家庭 你不要看它有VTEC Turbo 但是其实基本上它的舒适度是有在的 而且它的空间表现也更为灵活 我之所以选择这款车的原因呢 第一点其实就是在家人 第二点就是有时候可能你要在一些体积比较大的物品的时候 这辆车是真的搬能上忙 就好像我在过年前我搬家的时候 其实我就是用这辆车来搬我的一些个人用品啊 然后还有一些体积比较大的箱子等等 这辆车很完美地完成了我需要的需求 如果讲我买的是CV的话 那么这辆车就可能满足不到我的需求啦 所以车子没有好坏 主要是看你的需求在哪里 你一样的价钱 如果你觉得你对空间跟舒适性你有需求的话 那么你可以去HRV 但是如果你真的是主打一个运动化的这个操控表现的话 那么你去CV就没有问题了 所以将近这一个回答应该可以帮助到很多的人 第二个最多人问我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买1.5E不是买1.5V HONTA 的 HR-V 在马来西亚有4个SPEC啦 S 版本 1.5自然进行引擎 1.5E 这个TURBO LOW SPEC 1.5V TURBO HIGH SPEC 还有1.5RX 混合动力引擎 为什么我会买到E 版本 其实最主要原因就是订错SPEC 因为我订车的时候还不知道价格 所以我就订了这个E 的版本 可是当之后价格公布了之后 你要更改SPEC 已经不能了 因为我这个版本是before SST 的 所以如果我要换SPEC 的话我就要重新等过 所以我就继续拿E 可是这个E 版本我拿了并不会后悔 为什么我这样子讲 因为如果对比V 版本的话 V 版本的轮圈大一寸 然后加上还有这个VGR 技术 它的操控表现确实会比较好一点 但是呢它就会牺牲掉它的舒适性 而且呢18寸的轮圈呢 以后你换轮台会比较贵一点 所以这个我比较注重在舒适性 还有这个更换轮台的费用啦 我吝啬一点 所以到最后我是觉得这个1.5E 的版本 我没有太大的combat 开起来还是很舒服的 第三点就是这辆车我升级了什么东西 我相信也是很多HRV或者准HRV车主想知道的 第一点就是轮胎 我看到网络上很多朋友讲 Honda 的车子MVH不好 这一点我可以跟你讲 基本上是轮胎在作祟 我本来原厂配来的轮胎啊 是这个Goodyear的轮胎 其实它的抓地力啊 跟这个湿地的刹车性能都不错的 但是就是这个轮胎噪音大了一点点 然后我更换了这个UC7之后 完全是两个世界 而且重点是我这个UC7的胎宽 是比起原装胎更宽的 所以理论上它应该是更吵 但是我可以拿到一个更安静的移动过程 我时常开我的车在我的朋友出门 他们都跟我表示 哎你的车子真的是安静很多 所以可以建议各位 如果你是觉得你的HRV很吵的话 那么你可以去换一个比较精英一点的轮胎 那样子我可以跟你讲 你整个移动过程完全是天差地别 第二个我更换的东西就是我的steering 因为我的是E版本 它的steering原本是那种塑胶steering 比较粗一点 虽然啊我感很好 但是没有这样好看 然后刚好呢 我们HRV Group有一个Member 他要出让他的RS Steering 而且出让的价格非常的漂亮 所以我就给他买来装下去 SKY 谢谢啊 第三个我更新的点之前也有拍过影片跟大家讲啊 就是这个触屏主机 其实老实话 我对于之前的触屏主机 我没有任何的问题 使用起来也是蛮爽的 至于我为什么更换 其实那时候就是纯粹贪心先 我想要360度镜头跟这个无线的CarPlay 但是呢 在我安装了之后 我发现到其实这个360度镜头跟无线CarPlay 我没有太喜欢 反而这台主机我更换了之后呢 我觉得最直接的就是它的音质会比以前的唱机好 除此之外 整体的使用感觉跟原装的唱机没有差很多 所以呢 我建议各位 除非你是真的很需要这个360度镜头 或者是这种无线CarPlay这样的功能啊 不然那个原装的触屏主机 基本上你是不大需要更换的 虽然我更换了也没有艳远啊 但是我就觉得差别不大 最后一个我添加的东西 就是这个DDPI的Z40 dashcam 有前后镜头 要拍前面后面都没有问题 跟我之前用的这个70mm A500S相比呢 它在前面拍摄的画质 可能输一点点 但是在后面的画质就赢一点点 所以基本上它跟这个A500S 我觉得你买哪一个都行啊 接下来的内容就是今天影片的C-Rollet 就是这辆车的优缺点分享 我知道大家都很喜欢听缺点 我就先从缺点讲起 第一个缺点就是这个CVT 有时候在低速的时候会有这个蹲挫感 不过我个人推测 这个蹲挫感是它在模拟自排变速箱换挡挡造成的 因为我们都知道很多的CVT变速箱 他们会去模拟自排变速箱换挡 老实讲这辆车的变速箱 我是有时候会觉得 它这个换挡的过程其实还蛮真实的 只是有时候在低速的时候 那个蹲挫感会让你不爽 其实这个问题在这个City跟City Hatchback 还有HRV都是有人提到的 这个可能是它比较多人在意的点 然后第二点就是 这辆车其实在我拿车的时候 它的这个冷气控制面板的下面有一点扎音 应该是组装松的关系 我自己把它拔出来装回去 声音就不见了 目前良好 然后第三个要讲的缺点就是这个大灯 这个大灯很好看没有错 但是它的这个照射角度范围有一点低 就算我已经把它调到最高 甚至我开Highbeam 其实它的照射范围还是有一点点低的 这个三个呢 是我目前遇到比较主要的问题 剩下的问题我都Touchwood 没有目 OK Touchwood 我没有碰到有问题啦 例如讲很多人complain的这个steering rack 目前我的车是还好 所以我也希望它可以继续维持下去这样子的状态啦 接下来要跟大家讲优点的部分 优点可能会讲多一点 这辆车我最喜欢的就是它的Engine 很多网友开玩笑讲买Honda是买Engine送车 其实这点我觉得是没有错的 因为它的Engine我还蛮喜欢的 在输出的部分 它虽然讲它的马力跟Civet FE一模一样 可是实际上它是比较Smooth 比较柔顺的 它不像Civet FE那么激进 如果是讲你在市区开起来的话 整体的感觉是很舒服一下 很灵活很轻快 而且是如果你要超车的时候 油门踩下去RPM一上来 那个动力就会爆发出来 超车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就算Engine拉到比较高的转速 你还是可以感觉到Engine是很细腻的 果然四缸就是不一样 然后接下来就是它的油耗表现 一般上大家都会认为SUV加Turbo油耗一定高 加上这辆车还是17寸 不过我平均的油耗大概都是在8公升100公里 到9公升100公里左右 大概是50%四驱驾驶 50%Highway这样子的情况拿到的 如果是前途Highway的话 我可以拿到5.4公升100公里 我觉得这个油耗真的是非常省油的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这辆车的这个油缸很小 我每次最后一格油去打油的时候 我打的油都不会超过70块 我打的是RON95 每次最多最多真的是69块它就跳枪了 有时候甚至只打63块 然后每次行驶可以行驶340公里到400公里左右 所以这个油耗表现我个人还是很满意的 甚至它的油耗还好过我以前的Proton Iris 接下来的优点就是这辆车的操控表现 其实我不喜欢SUV的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它的操控表现 它的操控表现肯定不可以跟CV比 这个是事实骗不了人的 可是它也没有我想象中的差 甚至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好 因为这辆车我该有讲到 我买了快8个月我只开了7000公里 所以大家知道我很少用 一直到上个星期我才开这辆车上云顶 在云顶的时候我发现到 其实这辆车handle到很好 每一个弯道等等 加上它的stairing反应很迅速 我都可以很轻松的去增幅那一些弯道 当然它的动态表现真的是不可以跟Sedan或者HP比 但是如果以SUV来讲的话 这个车的整体动态表现 满分10分我可以给它7.5分这样子 所以它这辆车是可以满足我的需求的 其实我不喜欢SUV我买SUV 其中一个原因我就是考虑到它的便利性跟实用性 而且讲真的 Sedan你handling再好 你每天在KL开车或者在星山开车 每天都是塞车 多么好的handling其实你也feel不到到 所以实际对我来讲还是比较重要的 这个就是为什么我选这辆车的原因 可是实际上它的操控表现符合我的预期 甚至超过我预期很多 所以我觉得我没有买错车啦 第三个点我觉得是它优点的就是它的空间表现啦 这辆车如果你仔细的去看它的话 它跟同价位的SUV相比 它的空间表现就算不是第一名也会是第二名 不过啦说实话它的这个内部的空间表现我觉得是很好 但是它的微箱空间我就觉得 跟之前的这个上一代的HRV相比啦是有一点点逊色的 没有办法你要美就是这样子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因为上一代的HRV它采用的是很传统的SUV设计 所以呢它后面的空间表现呢可以达到400多个L 可是这一代的HRV它为了好看它采用这个类Coupe的设计 压缩了这个微箱空间只剩下300多个L 不过啦对我来讲是足够使用的 整体而言我觉得这辆车的空间表现是符合我的预期的 但是符不符合你的预期 那跟你自己去看小车你就知道了啦 OK啦以上就是我这一期我影片的分享内容 我希望可以帮到一些HRV车主或者是准HRV车主 在这边我有些话要跟大家讲啦 其实我买了这台车之后呢我有一个很大的困扰 就是我在拍摄其他同价位的SUV车款的时候 很多人会讲我不公平啦这个啦那个啦 其实我要跟大家讲的是我买这辆车并不代表其他车不好 是因为这辆车符合到我的需求 所以同样的我不会因为我有这辆车我去想其他车的不好 我们拍摄影片其实都是我们的心得来的 不会有不公平的事情发生 你可以讲我们可能讲的不够详细啦 但是不公平的情况绝对是不会出现的 所以请大家以后继续多多支持我们的频道 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啦 拜拜